RYT200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Annie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她在夏季密集班 RYT200的心得結業分享 哈囉 大家好 妳有提到說妳之前 可能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妳的下背會有一點可能痠痛的這種感覺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我之前就是在 在左半邊大概腰椎第五節的地方 久坐久站的時候都會有痠痛的感覺 那其實這個狀況已經非常久了 其實也沒有特別跟大家說明這樣子 但是它會影響我在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譬如後彎 大概彎到某一個程度就會非常痛 自己知道大概就是彎到那就不行了這樣子 那可以講一下妳在RYT200的培訓過程 就遇到什麼樣子的練習 是有效讓妳覺察到妳的下背部有明顯的不一樣 對妳的身體可以帶來的好處是有哪些 那因為身體這樣子的關心已經很久了 所以一開始我也沒有特別和老師們說明 但是到了培訓第二週 我就開始覺得我的身體已經到達極限 就是連很簡單的眼鏡蛇式的後彎程度 我就沒有辦法忍受 所以我就開始跟老師說明我身體的狀況 那那時候老師就有幫我先觀察骨盆有沒有一高一低 然後確認我的骨盆是在同一個平面 那之後呢用加強側伸展式 來讓我的下背部兩邊肌肉平均伸展 那接著用左硬船式還有臂神跟蝗蟲式 來增強背部肌肉的鍛鍊 讓我很驚喜的是到了第三週之後 我就發現我後彎竟然完全不痛 而且在用對力量之下的後彎 還可以就是到達我前所未有可以後彎程度的境界 就覺得真的很不可思議 所以那妳之前輪式是做不起來嗎 對 輪式都是用很奇怪的方法 但是都沒有辦法後彎那麼多 然後一直到第三週 在下背部完全改善 然後知道怎麼用大腿 腿部的力量之後 就可以把輪式推起來 腿後側跟背肌力量啟動之後 手是可以完全推上去然後伸直的 是 對 那現在RYT200也已經結束了 就是妳有沒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想要分享給大家 除了身體上的修正之外 我覺得這一次RYT200的訓練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是在羅老師講的瑜伽哲學 讓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小細節 應對進退上面都獲得很大的啟發和心靈上的平靜 是讓我也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我們就謝謝ANNY老師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那ANNY老師她現在在台北 這個大教室也有開始上瑜伽還有空語的課 喜歡的同學可以多加了解喔 拜拜